房车露营在野外,外面突然下起了大冰雹 房车外面已经水流成河了 我起身检查房车 车内的双气流排风扇这回没忘过 我来到洗手间查看 洗手间的排风扇跟窗户也都关好了 下这么大冰雹 也不知道车顶的太阳能板会不会被砸毁 想下车把房车的支腿支起来 却发现我被困了 我也下不去了 地上的纯水马上就要进房车里了 这可怎么办呢 看样子我想出去吃饭或叫外卖是不可能了 我的冰箱里还有榴莲 还能凑合垫垫肚子 在房车里吃榴莲 感觉房车有点臭 然后躺进温暖的被窝里吹会锯 大冰雹还在下 也不知道车顶的太阳能板会不会坏 车里会不会寄水